主持人的生活 裡面有一個比較特別 就福一切三十二人圈 單腳旋轉 單腳旋轉通常就是一個順域 為什麼會在早期的 浪漫芭蕾時期 霸虎中沒有 反而到俄國的時候會有 這也是因為裴蒂巴到了 我們回到那個痴呆麥絡之後 他到了俄羅斯之後發現 俄羅斯人的身體是 戰鬥民族 那種性格 他的身體有點強壯 所以她可以在她的腿部做得非常花跳 非常技巧性在更高的单脚旋转的动作 一直有靠近 这个在早知道她们芭蕾时期是美额和 那这个也是成为天鹅湖里面她的很重要的一个碳性的一个点